小乐高大乐趣 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一艘大船就是乐高10294泰坦尼克号 那这艘泰坦尼克号的拼搭过程 我们昨天已经上过视频了 没看过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坏雪的头像 往前翻一天来找一下 那这一艘泰坦尼克号它玩起来到底如何呢 它的细节到底丰不丰富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好好看一下 那这么大一艘泰坦尼克号 我相信你应该在网上看到过 关于它尺寸的一个简术了吧 那出于习惯我们还是得记出皮脂 亲自来测量一下它的长度 长度差不多1米3还要多一点 差不多1米3233这样子 这个长度真的非常的长啊 来看一下它的高度 高度差不多45.5厘米 而它的宽度呢 宽度差不多14厘米多一点 那这么个长宽高相信不需要坏雪多说了 你也知道这么个大家伙 在家里要找到地方放它 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 我现在还在头疼呢 我们待会拍完评测之后 这么个大家伙我到底应该把它放在哪里 在上海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呢 这么大一艘船 为了安放它怎么的都得准备个十万块钱的房子面积 才能放它吧 那也就是说 我是乐高 这一盒 虽然只要5000多一点 但是 为了安放它 房子 就要花费将近十万了 那测量完尺寸 我们再来谈一下 它搭建难度的问题 如你所见 它呢 一共有三本说明书 然后它的包装箱里边呢 也是分三个盒子 每个盒子对应一本说明书 它每一本说明书都是搭建了船当中的一段 你可以叫上两个小伙伴 三个人一起来进行搭建 搭建完成之后 再把这个船拼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 可以大大降低你搭建的难度 如果你是像坏雪一样 一个人慢慢搭的话 那给你个参考的时间吧 坏雪连拍摄加搭建 一共是正好看完一部 妙手人心一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船头部分 船头前面呢 有一根旗杆 这边呢 是可以挂小旗帜 那我们这一套 由于种种原因 所以三面旗帜都没有在上面进行呈现 前方这边呢 有一个这个看上去 应该像是一个小吊车吧 我一下子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你知道是什么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坏雪 最关键的是这边前面 有两个毛 看到没 两个毛 这边链条呢 是从甲板下面给伸上来的 这个毛的设计呢 我觉得还不错 仔细看 这个毛下面这一段 用的还是涂成黑色的香蕉零件 而在前方 桅杆的后面呢 你可以看到依旧还有两个 这个应该是吊车 这个吊车呢 也可以进行转动 也可以 哎呀 这个 陷到后面好像有点不太好弄啊 来 你看 它也是可以这样进行转动的 而在吊车后面的甲板上方呢 这边应该就是驾驶室了吧 而站在前面 往后看 整艘船 你可以看到救生艇啊 船身侧面的悬窗啊 这些细节呢 全部都是做出来了 而它四个斜的大烟囱呢 也都是做出来 特别注意一下 烟囱旁边呢 也都有绳子 把它这样给拉住 而这一次乐高给的绳子呢 长度基本上都是正好的 所以你看到 它拉出来的效果呢 基本上都是帮紧的 这个效果 我个人是相当的满意 我们再来近距离 看一下它侧面的悬窗啊 不得不说 它旁边黑色部分呢 反光还是反的很厉害的 透过这个黑色面板 你还能依稀看到 坏血的这个倒影 那这边悬窗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点 显得是密密麻麻 然后如果你有密孔的话 这么左右转一下 会觉得莫名的 有一些不舒服 那对于这种大邮轮 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正常 然后它上面的这种悬窗方式呢 表现的形式就有些不一样了 像这一排 你看这一排的这个悬窗 全部都是用一乘二的带孔砖 用它当中的孔来代表悬窗 在上面呢 这边的窗就直接是这个树的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是窗吧 弄不好是船舱的阳台 然后再往上感觉就有点像走廊了 特别是后面 你看绝对是有这种走廊的感觉 那这么大艘船呢 它不是直接放在这个接触面上面的 它下面呢 一共有六个撑脚 看到没 有六个撑脚 六个撑脚把它给支撑起来的 这一颗10294 让坏血感到最特别的地方呢 是它把原来泰坦尼克号上面 那个三桨推进系统 以及这个船舵呢 全部都是给还原出来了 只不过这个船舵 你会发觉我们装的时候 似乎有一些歪歪扭扭啊 那这个呢 是因为船舵 我们装好之后 在拿的时候呢 一个不当心 散架过 我先想看 散架过两三次了吧 所以在组装的时候呢 就容易这么坑坑洼洼了 而且它这个船脚呢 还联动了 这一艘船里边的发动机 对你没听错 它的内构里边 竟然还有发动机啊 那它的外观呢 还有很多细节的地方 坏血在这里 就不一一来说了 来我们大致来扫一下吧 说实话 它的外观 真的可以打上满分了 对了 额外再说个细节啊 你看到船尾的这个齿轮没有 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围杆当中的这绳子啊 绳子平时你在搬运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这样荡下来 然后我们只要转动那个齿轮 就可以把 这上面的绳子给收紧 收紧之后 效果开上去就更加的出色了 这一艘泰坦尼克号 不仅拥有出色的外观 还拥有非常出色的内构 刚才我们说了 里边有发动机 但其实除了发动机里边 这船里边那种各个等级的船舱 也都有做出来哦 来我们把它分成三节 来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它的内构 首先我先要说明一下 它这个三段船身呢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 直接是用插轴这么硬连接连起来的 它这三段船身呢 是比较容易拆卸开的 先把前后段的这个连接的地方给拔起来 看到没 长的轴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啊 看到没 长的轴 把它给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因为上面的这个绳子 还是串在一起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绳子给断开 最后把它小心翼翼的 三节分开就行了 来 你看船尾已经分开了 然后船头分开了 来看一下 船头 船身 以及船尾 那我们先从船尾来开始看 那这个船尾拆开之后呢 最有人注目的呢 就是下面的这两个发动机了 那这两个呢 就是往复式四缸 三丈 导缸 蒸汽机 你可以注意一下 它呢 真的是可以这么转起来的 哦 在这么一艘泰坦尼克号的内部 还复刻了它的这个发动机 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意外的 而在船拆开之后的横截面上呢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各个缩小了之后的船尸 呃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三等舱吧 那如果它是三等舱的话 难不成这个是二等舱 而这个是一等舱吗 呃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 但是你可以清晰的看到 下面的船舱跟上面的船舱明显是有差别的 下面的船舱似乎看上去更简陋一点 而上面的船舱呢 你可以看到有桌子 有沙发等等等等 呃 而且还有拼接式的地毯 舱室中间这些带孔的板呢 呃 就是让我们这个杆子这么给插下去的 前后两段交接的地方 你看都有同样的板 而且这都是上下交错的 交错好之后 把这根杆子擦下去 正好可以把它们牢牢的连接在一起 那除了这个杆子连接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就没有其他的东西来连接了 也就只有下面的这两个十字轴 你看接到这里让你来进行一下对位 再来看船身中断呢 船身中断这边跟船尾连接的部分 这边的船舱结构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下面这边呢 还有两个很大很空旷的这么个舱室 那这下面呢 应该可以装货啊什么的 嗯 但是现在这里边呢 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 这也是一个藏私房钱的利器啊 呃 不过对于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爱好者来说 如果在这里放一辆小车 是不是更有那个感觉呢 而船身中断跟船头相连接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设计又有所不同 呃 这最下面呢 像是一个工作舱 你看下面这个铁的地板 也全部都给铺出来了 这边呢 像是一个观察台 然后再上面呢 这边像是一个泳池啊 一个室内的泳池 然后旁边这边呢 依旧就是各类的舱室 最后再来看一下船头的这个横截面 呃 这看上面的船舱 这个大厅 这种感觉这种feel 全部都给做出来了 而且注意看一下 它金色的柱子从上面呢 一直延续到了下面 难不成当中这里它呈现的就是 泰坦尼克号上的楼梯大厅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 特别要注意一点啊 你看它下面这边还有四个桶状物 来考考你 你知道下面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吗 知道的朋友 别忘了在评论区里边打出你的答案 虽然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现的呢 是分成了三段 但其实每一段呢 又是由两节构成的 比如说现在船中间 你可以看到明显这边是有条缝 对吧 虽然这边用其他的盖板 把这个缝给盖了一下 但其实看过拼搭过程的朋友 应该知道 这边呢 我们也都是这样 用两段把它拼接而成的 所以说它的搭建难度其实真的并不高 这样一节一节一节搭出来 然后把它这样拼起来 我觉得这个搭建过程 除了在搭旁边的悬窗的时候 会让你觉得有一些疲劳之外呢 其他大部分的时候 拼搭的时候还是比较有乐趣的 为了方便展示 这一套10294里边呢 也带着名牌 只不过这个名牌呢 跟之前的另外的那些名牌 稍微有些两样 它不是贴纸 直接就是泰坦尼克号的 这个英文名字 而且每一片呢 都是印刷件 这个印刷件 我觉得为什么 跟乐高Ideas的打字机的 这个案件看上去这么像呢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价格 那这一艘泰坦尼克号9000出头一点的零件 官方定价5499元 那这个性价比呢 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 当然你现在在第三方渠道上面 差不多4000出头 就可以买到全新的10294泰坦尼克号了 我觉得这一艘船 无疑是乐高最新搭建技术的一个 集搭乘者 零件数多 但搭建过程相对还是比较愉悦 而且这一艘船在史实上面的考证 也是相对比较严谨的 比如说那不多不少 正正好好的16艘救生艇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 这一艘10294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搭完之后你放哪里 1米3的长度 这我相信很多人要寻找安放它的地方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相信许多人在前两年想要安放 乐高的UCS级千年损的时候就已经头痛不已了 那现在又来这么大一艘船 很多朋友肯定又要纠结了 可能这艘船你还能找到地方放 但是别忘了 乐高在11月底又发了一个UCS级的ATAT 那个玩意儿 个头也是非常的大 那乐高连着发这么大个的东西 我觉得对于大家的钱包压力无疑是非常大的 不仅仅是购买乐高的压力 还有房子的压力 所以坏雪在这里不得不奉劝你一句 如果你喜欢这一艘乐高泰坦尼克号的话 买之前千万千万千万要想好 自己打算把它放到哪里 虽然它的长度只是1米3左右 但是如果你要安放它的话 你至少得留富余的空间出来 怎么着都得留1米4的长度出来 再结合它的高度 那一般的柜子 怎么着它都是放不进的了 如果它无法放进柜子 那你只能是把它这么露天来放 如果露天来放的话 它可是非常容易招灰的 这么大一艘船招了灰 你要清洁 也是一件麻烦室 所以下手买之前千万要考虑清楚 另外坏雪还要再补充一句 那这一艘乐高的泰坦尼克号呢 并不是积木当中第一艘泰坦尼克号 我们之前也做过Coby出的泰坦尼克号 而国内的积木厂商呢 也曾出过大大小小的泰坦尼克号 但是还没有一家出过如此大的泰坦尼克号 我觉得这一艘泰坦尼克号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但是说真的 我现在真的在头痛 我该怎么处理它 也许这个就是玩乐高的痛苦的甜蜜吧 好了 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艘乐高创意高手10294泰坦尼克号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幻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